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熊斯下跌1.86% 下跌超过500点 那么欧洲股市 英国股市下跌超过3% 跌幅更大 美元指数也随着市场的行情不景气 那么下跌0.15% 目前报价跌破99 黄金价格上涨3美金 上涨幅度1.7% 白银上涨2.5% 目前报价是7.64美金每盎司 那么英镑对美元的昨天波动幅度不大 目前报价是1.2306 整个金融市场呢 目前已经是到了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 那么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我们给大家的信号呢 就一直是买入股票 那么买呢 是买澳洲的股票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都可以 因为上半年的行情确实是非常好 刚刚处于降息的一个初期 那么整个金融市场呢 是比较兴奋的 尤其呢 资金是一窝蜂的 扎进了股市 所以呢 上半年并不是我们看股票有多么的准 而是呢 整个金融市场处在一个相声的小牛市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人不管买了什么股票 基本上最终的结果都是一个赚钱 但是到了后来呢 今年的5月份 6月份 尤其是7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在强调 大家要两条腿走路 既要有风险类的资产 比方说是股票 债券 或者是我们的房产 那么也要有一些避险类的 比方说日元 或者是黄金 黄金股票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号给到大家呢 就是代表着整个金融市场 可能随时有啊 转变性这个方向的一个信号 那么到上个月 也就是9月份的时候 我们明确给出了大家可以做空欧洲股市 尤其是德国啊 或者是DX30指数大盘 那么从当时的报价呢 是12434点 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就是在网课上讲到的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上查到 我们当时给到大家的一个数据 那么12434点 到现在呢 已经是跌了整整超过500点 所以呢 整个金融市场 我们在上半年到下半年 整个的大环境预测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那么很多经济学家啊 一直在市场上不停的发表言论 很多人呢 也是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信号啊 不同的这个文章 对自己的判断力呢 不够坚定 其实呢 金融学或者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啊 或者其他的行业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很多人说这个经济学家在短期呢 你看到他会非常的忙活啊 一会说一句这个 一会说啊 可以这样做 但是在长期看的话 其实呢 他是什么也没有做 整个金融学啊 或者经济的规律 它是不可逆的 或者说是啊 顶多是能被人为的延迟啊 或者是提前加速 那么整个啊大的周期 它的因素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逆转 主要是因为它来自于两个主要核心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社会结构 第二个叫生产力 那么这两点呢 是无法通过人啊 或者是几个人 经济学家 这样的一些角色来调配的 大的环境上来讲的话 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化 都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升级 比方说社会结构在最初我们这个社会啊 从进入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也好 或者是有了公司的形式啊 股份制公司让大家能够合伙做生意 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就导致了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 相对的快速的繁荣 第二点呢 就是生产力的 重新的飞跃制的提升 包括从最初的这些灯泡啊 蒸汽机 汽车啊 铁路啊 一直到现在的手机 互联网等等 那么到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整个互联网行业 也就是说最近几年最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目前呢 也不再赚钱了 像美国股票上市的这个拼多多 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 连续三次融资 像蔚来汽车每年烧掉一百个亿 到现在还不赚钱 像Uber啊 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互联网亏钱 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包括我们这个券商 互联网类的券商 很多在国内 在美国上市的 那么最终的获客成本高达 两千到两千五百人民币每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怎么还能做生意 甚至呢 包括线下的实体店 这些小生意组像奶茶店 河尔本开了五十多价 大家怎么能够赚钱 整个经济社会呢 发展到目前的一个阶段 它需要新的科技的升级 或者生产力的升级 那么社会结构的变化 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说呢 生产力的变化 未来呢 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 那么在此上面呢 股票就要关注科技类的 或生物之药类的 那么此外呢 大家再看到昨天和前天啊 我们知道这个澳联储降息的事情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并且澳元呢 在降息之后 是大幅下跌 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 其实呢 未来 如果是大家想买入澳币呢 还要关注很多其他外界的因素 澳洲的市场太小了 只有两千万人口 并且是老少 大大小小的人 都加上才两千万 所以呢 它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 对澳洲的澳元支撑 也是比较有限度的 外界的因素主要是包括美元 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 包括中美贸易战 甚至呢 包括全球经济的复苏速度 都会影响澳元上涨的速度 或者是驻地反弹的速度 那么如果是大家觉得澳洲澳币 比较低了 包括是对人民币也好 对美金也好 大家适当的买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少量的做空澳元对日元 以此对冲澳元 之后可能下跌的风险 因为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 日元呢 是有一定避险属性的 因此呢 它会比美元相对更加强势一点 所以呢 如果澳元对美金下跌 那么澳元对日元下跌的速度 会更加快 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相对风险会比较低 同时呢 大家在未来的投资也要注意到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大家买入黄金股票没问题 可以做空黄金期货 那么黄金期货也是从1550的高点 一直跌到1460美金 接近100美金的跌幅 如果大家在过去 做了这样的一个套利 或者是一个组合的话 目前呢 在黄金期货市场上获利是非常高的 那么在整体的投资组合的风险 也是控制的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啊 很多的产品 包括石油股票和石油的价格 那么石油最近在 在经济不景气股市下跌的一个背景下 石油价格下跌速度也非常快 大家也可以买入石油类的股票 因为这一类的股票呢 它的现金流是非常充沛的 未来呢 任何有现金流 比较丰富的企业 都存在收购其他企业的一些机会 优质资产的机会 所以呢 大家要做适当的对冲 那么这样的话 整体的交易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这样的一些策略呢 大家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产品行业上面 甚至行业和行业 公司和公司 股票和股票之间 都存在类似的一些因果关系 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组合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报名参加 我们在13号Glenweather的讲座 还是老地方的RTO酒店11点半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下方的报名链接来报名 也可以通过不打电话 03-8658-0603来报名 感谢大家的支持